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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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被称为亚掌的牧主人生前 极有可能就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将军 那么除了这些常用兵器外 是否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还有其他象征兵权的信物呢 清理过程中 54号亚掌的行为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4号亚掌木出头的这些青铜月 大的重达六七千克 长约四十厘米 小的不到一千克 长二十厘米左右 大都做工精湛 文士精美 给人古朴而凝重的感觉 花园庄M54号墓的主人 是一位族姓长的高级贵族 习武之人 手中握有兵权 可是他的地位为什么如此显赫 生前立下了什么卓越战功吗 会不会和富豪一样 也是一位女将军呢 众人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但考古发掘还得一点点 按部就班地往前推进 清理完果室东西两侧的青铜兵器 考古队员开始着手发掘 果室的南北两端 北部随葬品大多是饮食用具 又称石器 这些器物里面 它当时应该是放着有食物的 比如说顶 有鬼 其实在顶里面它就会放一些 我们发现有猪的骨头 还有这些东西 这些顶 深陷于泥土之中 大都气形庞大 将近半米高 方顶的长宽在二三十厘米 圆顶口径最大一个达到三十六点五厘米 而且全都分量不轻 重达十千克以上 考古队员兼航手提 齐心协力层层传递 才费劲地将大顶从木坑底部搬运上来 那么作为一种实用器具 商朝时期的人们为何要把顶打造得如此巨大呢 因为顶好像都是代表权力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词语里面 问顶中原 顶代表等级身份 从西州时期 当然英雄时期这个时期 或者商代已经表现出来了 到西州这个时期就明确地制度化了 从普通的吹据 也变成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被视为立国重器 难怪青铜顶的铸造 越来越趋于庞大 青铜 古称金或极金 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组成的合金 青铜器便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 加工而成的器具 《史记风扇书》中记载 与收九木之金筑九顶 可见我国远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 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 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青铜顶 则证明了商朝时期 中国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在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其实有两个集圣点 第一个集圣点就是晚上王朝时期 晚上王朝时期也就是说在应许第二期的时候 达到了第一个集圣 第二个集圣是到了西州时期 早期的青铜器制造 只能生产小件兵器和生活用具等 随着青铜技术的成熟发展 商代晚期已经能够铸造复杂的大型器件 1939年 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雾丁 就是商代晚期的精品 通体高133厘米 口长112厘米 口宽79.2厘米 重达832.84千克 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发现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因为形体越大 铸造技术越困难 所以它形体比较大的青铜器 它大量出现 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青铜铸造技术的 一个发达的一个标志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种类比较多 就是种类比以前多多了 出现了更多的兵器 车马器 装饰器具 等等杂器类的工具类的东西 很多 所以种类的齐全 也是青铜器铸造技术发达的一个 重要的标志之一 亚掌木 根据墓葬的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综合分析 专家们判断 它的年代大约处于祖庚和祖甲时期 也就是商代晚期 正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单从目前出土的实际来看 种类不少 文是精美 而且气象偏大 充分体现了鼎盛时期 青铜工艺的显著特征 更预示着墓葬主人的身份 绝非等贤之辈 那么 如此复杂而庞大的青铜器 古代的劳动者们 又是如何铸造出来的呢 中国青铜器最辉煌的时代 莫过于夏商周三代 尤其是商周时期 青铜器种类众多 造型庄重典雅 文是绚丽繁荣若 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核心角色 那么 殷商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 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殷虚的青铜铸造呢 就是 它就是把这个泛铸技术 给发挥到了极致 可以说是达到了 第一个青铜器 铸造的一个顶峰时期 也就是说 中原地区的中国先民们 对于黄土的这种可塑性 充分认识 它用这种黄土的可塑性 做成范 做成膜 然后呢 在膜上再翻出范 它做成什么样的膜 它就能翻出什么样的范 它就能铸出什么样的形质的青铜器 范柱法 又称模柱法 是青铜铸造的一种工艺 它先以泥制成模 雕塑各种图案和明文 银杆后再烧制成为母模 然后再用母模制成泥饭 同样银杆烧制成陶饭 青铜合金经过高温融化后 浇入到陶饭饭腔里成气 脱饭后再进行清理 打磨最终成型 这些模和饭只能一次性使用 用完便打碎 下次铸造再重新开始 这便是成于一模一样的来历 古代的青铜器 因此渐渐都是孤贫 1999年 考古专家在河南安阳阴墟的东北角 发现一座商代中期的都城遗址 环北商城 这里出现了一些遗迹 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我们五年前 我们在这个区域 发现这个时期的铸铜遗址了 它就是一个手工的生产区 包括铸铜 包括制造骨气的都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发现 大量跟铸造铜器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逃犯 磨石 熔炉 环北商城 这个铸铜遗址 说明商代中期安阳 已经有青铜铸造的历史 那么商代晚期 当地是否也有铸铜作坊存在呢 在铸铜遗址里面 我们现在发现了多个铸造青东器的做法 我们叫铸铜作坊 规模都非常非常的大 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苗普北地铸铜遗址 这个遗址呢 从铸铜一开始就开始生产 然后一直持续到 大概持续到铸铸灭亡这个时期 一直在生产 后来大概到铸铸的中间这个期 中期这个时候 因为随着这个青铜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他们又逐步又建了其他的一些铸铜遗址 比如我们知道的 考古上都熟知的 孝米腾铸铸铸铸铸 大司空铸铸铸铸 包括甚至我们借两年 又新发现了两个铸铸铸铸 一个叫人家庄南地的铸铸铸铸 还有一个新店做同一职 如此说来 青铜业生产坦承当时的国家垄断行业 也由此可见 奴隶社会时代的商朝 是倾尽了一国之力 才打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 清理完果是北部的青铜器 接下来 考古人员将精力重点放在 果是南部的发掘上 南部呢 主要是放置的是酒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喝酒的菇啊 菊啊 还有这个装酒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器我尊啊 主要是在南部 司马迁在史记音本记中记载 地咒以酒为池 玄肉为林 使男女裸相竹起肩 为长叶之音 这就是成语酒池肉林的由来 也成了商人好酒的一个历史佐证 酒气因此成为殷商时期随葬品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类型 当时的青铜酒气一般可分为银酒气 成酒气 温酒气 和义酒气 亚掌木发掘出土的酒气有 方尊 方移 方蕾 公 方甲 锅 绝 斗等 共八个类别 二十五件器具 从成酒气 温酒气 义酒气 到饮酒气 应有尽有 在清中气 这位商代的清中礼气里面 酒气的成分比较高 一般的情况下 会占到整个青铜锂气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甚至有的比重更高的话 能够达到百分之七十 与亚掌木同处于商代晚期的富豪木 共出土青铜器四百六十八件 占出土文物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其中青铜锂气又占取出土青铜器的一半之多 达二百四十二件 这些青铜锂气中 总量的百分之六十都是酒气 多达一百七十一件 可见酒气在随葬品中所占分量 的确不轻 众所周知 商周时期青铜器既是实用器具 同时也是一种锂气 不仅频繁使用于当时的祭祀之中 更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地位的体现 西周时期 周人在丧葬过程中 用顶的数量来代表墓葬主人的身份 天子九顶 诸侯七顶 大夫五顶 氏三顶 称为列顶制度 商代虽然从文字记载 及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如此严格的礼仪制度 但也不是完全无章可循 商人尚酒 随葬的青铜礼器大多是酒气 而酒气中孤和绝的配对套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牧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 其实商代的时候 这个礼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有一句话就是叫气以常礼 气五的气 气以常礼 它一定要用气五来体现 表现出这个礼制 表现出等级 这套礼制中 孤和绝一般都是成套出现的 只要牧中随葬了青铜礼器 那么其中必有一套孤绝即一件孤加一件绝 随着等级的增加 孤绝套数也不断增加 并可以组合添加其他礼器 如顶或轨等 那么富豪墓的孤绝套数又是多少呢 富豪墓里边说这个青铜器 一共出涂了210多件 青铜礼器容器类的 那广孤绝就占了多少 孤绝就占了将近一半 90多件 就对于这个孤绝套数多少 就是孤绝的配置 和当时社会等级地位的这种结合 这个研究就非常有可研究的空间 与花园庄村东54号墓相距500米左右 红绝用商代晚期的富豪墓 墓中出土孤53件 绝40件 意味着富豪墓至少有40套以上的孤绝 可以配对成组 西周时期的列顶之路 就算贵为天子 随葬品也才九顶 而商代的孤绝套数 为什么如此多 它又有什么具体的讲究呢 中国三代时期是契藏礼 因为这个铜器 它里边说包含的是理质的一种载体 也就是说等级制度在里面 实际上在商代的时候 说这个人的享用级别 孤绝套数的享用级别 最高的是多少 十套 只能是十套 十套顶天了 但是如果这个人地位很高 他可以享受多组十套 富豪墓出土的孤绝数量将近百届 一度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专家根据名文进行分类 在从文室风格等工艺特征上 进行详细比对后 发现这些孤和绝可以分成很多组 每一组的数量正好都不超过十套 其实富豪本人的最多也就到十套 就是说上面有富豪两个字 敏文有富豪两个字的 也就十套 其他的都是谁的呢 有亚齐 指数权 可能都是富豪死的时候 其他的一些贵族来助账 就像后来我们说的就送礼似的 那么花园庄M54号墓 到底随葬了多少孤和绝 墓葬主人亚掌 可以享受的孤绝套数又是多少呢 当大件的轻动器一露出来以后 我们就会去和其他的墓葬去比 因为就比较的过程 他也是判断这个墓主人的 等级的一个过程 编号54号墓多少呢 9套 就是9套孤绝 所以从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出 这个墓葬的等级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M54号墓的主人亚掌 可以享用的孤绝套数 居然达9套之多 仅次于最高等级10套 只比王后富豪少一套 他究竟是谁 身份地位何以如此高 慎重起见 考古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却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你会发现 九件孤可以分为两组 其中四件是一组 五件是一组 因为这四 其中有四件做的 等级特别高 它这个 从上到下通体飞冷 通体飞冷 这种是级别比较高的一种标志 而且它的画纹也浮雕的比较厉害 另外五件孤 它就不是通体飞冷 它是半体飞冷 九件绝里边也有四件绝 是平底绝 而且是雨伞一样的伞状柱 伞状柱级别在绝里边是高规格的 跟那个通体飞冷的四件孤正好对应 它是一套 还有五件绝 是鸾形底的绝 它是蘑菇猪 而这五件蘑菇猪的绝 正好跟那个 菇 那个半体飞冷的菇 五件 正好又是配套的 根据专家的发现 九套菇绝进行分组后 墓葬主人最多可以享用的高级别菇绝套数 应该是五套 级别也不算低 周礼考工记中 曾对先秦时期的九契制作有明确记载 一升约绝 二升约菇 三升约痣 四升约脚 五升约散 六升约糊 青铜九契的这种格式规定 后来一直研习到清代 在研究木中出土的青铜九契时 细心的专家 顺手做了一个容量测试 竟然有了意外收获 这些墓葬里面的菇绝 我们都做过实验 然后用这个蒸馏水 去盛满一菇 我可以倒两菇出来 也就是说一菇 假如说是一升的话 一菇的容量就是两升 这个实验结果足以证明 古代文献的精准和古人的严谨有序 可是通常情况下 青铜鸣器的制作不必依据如此严格的标准来进行 专家有此推断 墓中这些青铜酒器 或许就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实际用具 但如果作为生火器具 郭和爵这些青铜酒器的实用性 具有时颇值得推敲的 我们去试验过 一喝了以后都撒出来了 所以这里面就牵着的这样的运行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所有的器物 它都不太具备实用性 它都会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漂亮 为什么呢 它是体现还是那一个 它是体现等级地位和身份的 三千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情景 我们已经无法还原 考古只能让我们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 却永远无法企及 这也许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距离2001年1月24日春节 还有最后一周的时间 花园庄M54号亚掌墓 果氏青铜器的清理发掘 已经接近尾声 在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青铜牛尊 考古队员最先发现了牛尊的盖子 它夹杂在果氏南部的青铜酒器中 被一件方雷所压 后来才在果氏西部 找到了牛尊的气身 出土时 气盖完好 但气身已经破损 尤其下腹部和四条腿最为严重 即便如此 考古专家们还是欣喜不已 因为这件气物是比较新兴的 就是在阴墟里边 这是第一件 还没有发现别的 在别的墓葬里还没有发现过 这件牛尊从它的气形上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是牛的形质 我们称为牛尊 在富豪墓里边出的有 有 小尊 就是一个毛头鹰的形状 我们称为小尊 也有在亡林区里边 以前 盗掘出来的 有 有鸟尊 也有湖南出土的很多 猪尊 也有象尊 等等 这种我们都通称为动物形的 西尊 尊 是上周时期常用的一种青铜酒器 M54号亚掌墓中出土的这件牛尊 通高22.5厘米 身长40厘米 重7.1千克 造型写实 形象逼真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牛尊头部前身 双目大睁 牛口微张 背部下凹 上面则有一个方形开口 铜盖扣合 腹部浑圆 四腿粗短 臀部上翘 臀后有尾 整体形象栩栩如生 憨态可举 更为难得的是 牛尊的装饰也极为考究 牛身上遍布龙 鸟 象 二十多种动物纹饰 牛腹两侧还分别是有一只猛虎 虎头低垂在牛的前腿处 虎尾则上卷落在牛的臀部上 构思巧妙 做工精湛 这个时期的清中系的纹色会表现成的 它是还有一种半浮雕的一种状态 就是它能够已经突出了一种气雾表面了 半浮雕的状态 不是完全的浮雕状态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更显得厚重庄严的一种状态 根据考古发现 人类对牛的驯化始于八千多年前的新时期时代 最初是在中亚地区 四五千年前传入中国 到殷商时期 我国才开始大规模饲养牛 殷虚是一个平凡的祭祀 牛是主要的一个 用于祭祀的一个动物 所以我们刚才也介绍 五丁王最多的是能够 一次祭祀能杀五六百头牛 那么这个牛呢 它就那么大量的祭祀需要牛 它就要一个稳定的供应 商代晚期 牛与人们的生活已经密不可分 除了祭祀 人们还将牛皮用来预寒 牛骨加工成工具 牛肉是重要的肉食来源 殷虚发现的大量甲骨纹 除龟甲外 还有大部分是刻在牛的肩甲骨上的 但是 当时被驯化的只是黄牛 水牛在殷商时期还没有得到驯化 那么 花园庄M54号亚掌墓中出土的牛尊 它会是黄牛的形象吗 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它不是黄牛 它是水牛 水牛的形象是特征是非常非常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造型 就是它一个壮硕的一种形态 反映得非常非常 特别是鸡脚和胖胖的一种身体 这个有力的四肢 看它形状非常非常形象 有意思的是 殷商时期的水牛和黄牛 在语言文字上是有区分的 专家指出 甲骨文中的牛字其实专指黄牛 野生水牛则称为四 那么 M54号亚掌墓中出土的牛尊 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称为四尊 而不是牛尊 因为它表现的不是黄牛 而是水牛的形象 当时的人们为何要摒弃 温顺驯服的黄牛 而去展现未经驯化的野生水牛呢 英雄世界有动物造型的这些器物 包括玉器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往往会表现的一些 没有被驯化的一些动物 比如我们刚才说 水牛 老虎 熊 这些东西 它往往会表现出这些动物 就是比较凶猛的 未驯化的这些动物 往往会用 它们当时会用一个器物来表现 可能是这个下面我们说的 可能就是推色性的一种 就是祖先他们这些商人们 它这个时期 它没有驯化的能力 它会做一个 同样的一个造型的东西 然后稍微加的变形 或者是写实的一种方式 去表现它这种 征服的一种心态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 未经驯化的动物身上 野性十足 充满神秘 才激发了人类的灵感 创造出这些传世的艺术精品吧 花园庄M54号亚掌木博士的发掘清理工作 终于完成 隋葬品主要以青铜器为主 在65件出土青铜器中 礼器 兵器 乐器 车马器 杂器 样样都有 种类齐全 看着眼前一件件巧夺天宫的精美之作 不由令人更加期待 内观中的隋葬品 还将带给人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但奇怪的是 考古专家们对尸骨的存在 却不抱任何希望 有人说墓葬里面肯定有骨骼 肯定有墓主人 实际上大家很多可能不了解 就是在花贝地区 不仅是殷虚时期的墓葬 甚至下代的墓葬 商代的墓葬 包括周代的墓葬 包括春秋战国的时期的墓葬 只要是墓葬规模稍微大一点 一般情况下 墓主人可能是90%的 要么是被盗了 要么是不被盗 也保存不下来 已经发掘出土的商周墓葬中 往往青铜器等隋葬品保存完好 但墓主人的尸骨却难以保存 富豪墓作为殷虚中难得的一座 未被倒扰的墓葬 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 但青铜器就多达468件 大都保存完好 但令人不解的是 唯独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 这些商周墓葬中 就算留有尸骨的 也是保存状况极差 有的甚至只残留一些印记 连提取都很困难 更别说通过骨骼 去辨别墓主人的性别了 如果尸骨留存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只能寄希望于棺内 能有其他隋葬品的出现 对积使墓主人的性别产生帮助 富豪墓就是凭借内观出土的大量女性器物 以及青铜器上富豪的名文 与甲骨文补词中 关于富豪的记载相吻合 得以确认墓主人的性别 于是考古人员带着这样的希望 开始着手内观的清理 可一开始就有些棘手 官室都是木头的 三千年埋葬了以后 它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钢筋水泥 都还平直的那种状态 它是整个都塌陷了 尽管因为年代久远 腐蚀严重 木棺的形状已经看不出来 只能判断出它所在的大概位置 而且腐朽后的棺板 也大多粘在其他随葬器物上了 但是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们 还是一眼就看出来 这具木棺不同寻常 这个木棺上也是棋的 但是一个最大特点是图案性的 我们因为挖开了以后 因为它都是木质的 都是坍塌在一起 但是我们还是清理出了 各式各样的精美的图案 其中最精美的一个 就是一条奎龙 这种奎龙图案 长度30多公分 而且其他的应该是 它围绕着这个木棺的四周 应该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各种各样的图案 棺板不仅经过了修期 还精心绘制了图案 更为离奇的是 考古人员还发现 这个木棺的外侧 全部用了金箔镶嵌 一共125片 极为考究 阴墟墓葬出现金箔 本已罕见 而且出土数量之多 更是前所未有 五十套墓里面 应该是发掘 发现金箔量最大的 最多的一个墓 跟殷墟图施器的时候 可能就是 比如西南地区的三星堆 这个大家都很知道 在三星堆的一些 人的铜像上面 往往会贴金箔 面具就像面具似的 还有一个在哪个地方 就在殷墟的北方地区 比如说草原地的 长城沿县 游牧民族 他们用的金器也比较多一点 总体来说 在这个时期 殷墟是用金器不是太多的 M54号亚掌墓中 为何出现如此多的金器 考古专家至今 还未能解开其中之谜 但这些精美的金箔制品 已经足以证明 墓葬主人的身份 绝非小可 他究竟是谁 死后为什么还能享有 如此不同凡响的待遇呢